秋冬季系、新冠肺炎、流梗等呼吸道傳染病的高發季節 市民要時刻保持個人防護意識 應有兒童老人由於抵抗力偏低 更加要做好個人衛生防護 日前市衛生疾控、教育等部門聯合發出 關於認真做好預防秋冬季傳染病的工作指南 要求學校等人員密集場所 要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空下 科學有罪地做好樂於病毒、手足口病、水痘、燈架熱、流行性腮線炎等 秋冬季高發的急性傳染病防控工作 健全傳染病防控制度 在市區這間幼兒院 院長介紹 一直以來幼兒都堅持做好每日幼兒入園神檢、課室通風、幼兒玩具和洗澡用品的消毒工作 鼓勵小朋友秋冬季多參與戶外運動 他們還將七步洗手法改成兒哥的形式 令到小朋友更容易理解和應用起來 兩個好朋友 手拍手 你佩佩我 我佩佩你 專家指出 防控秋冬季傳染病除了要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配戴好口罩、外出時做好搜衛生之外 還要提倡飯前、便前、便後都要洗手 咳嗽、打黑癡都要用上臂或紙巾、毛巾遮住口鼻 咳嗽或者打黑癡之後要洗手 盡量避免觸摸眼睛、口鼻等 首先要做好環境的消毒 給小朋友一個比較乾淨的環境 還有培養小朋友乾淨的衛生習慣 讓他們注意個人衛生 這樣可以提高免疫力 可以減少一些細菌交叉的機會 此外學校和託友機構還要保持環境清潔和通風 在空氣良好的情況下 家庭亦都需要保持通風 每日至少通風一次 每次不少於30分鐘 盡量減少到密集場所活動 如果出現呼吸度感染症狀 應該居家休息及早就意